好 昨天指挥中心公布说 双北的极简专责病房过了高峰 现在收治量能趋缓 但是专家也提醒了 现在比较要担心是死亡率还在攀先 再加上疫情是往中南部来蔓延 在中南部长者比较多 万一没打疫苗又染疫的死亡率 就担心还会持续往上飙 不仅如此 接下来的端午廉假和暑假又要到来了 就担心民众防疫疲乏 也可能会导致疫情再度反弹 端午廉假即将登场 加上暑假脚步接近 人流慢慢回笼 但疫情真的在走下坡吗 精神科医师沈正南说 再过七天顶多十天就会离开高原 曲线明显开始往下走 现在最让人担心的就是死亡率 已经升到了万分之六点七 而且还在往上走 因为中南部普遍呢 中老年人的比率可能会比双北高一点 那再加上有很多安养机构也在中南部 所以这个不利因素呢 是将来这几个礼拜决定死亡率最大的因素 中南部年长族群多 最让专家担心疫情蔓延 又不打疫苗 染疫恐怕会冲击更大 医服会执行让王必胜推测 疫情往中南部蔓延 但仍在可控状态 台中单日要打两万例 应该不至于 从双北经验不难窥至一二 此外从指挥中英公布的急诊跟病床量能变化趋势来看 双北收治高峰在五月二十六号 当天专责病房收治三千一百六十八人 之后连三天下降 双北急诊也是在二十六号到最高点 但双北以外的县市要再观察一周 本土确诊连十二天维持在九万以下 要注意的是如果人流又开始活跃起来 防疫疲乏就可能让疫情反弹 如果说这个九万可能就是我们的拐点之话 可以从那个点往前看的天数再往后加一倍的话 大概就是我们回到这个平常时期的一个天数 疫情是否能在七月缓解 就看能不能持续绷紧玄金度过这段非常时期 记者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